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台北地检署重启调查的过程当中所掌握了 这个录音的内容真的直指马英九可能会种下7年以上的重罪吗 包括里头有500万元的礼盒的照片听说也被掌握也因此曝光了 只不过我们看到北检在搜索中投的过程当中 竟然在有一名职员的抽屉里头找到了有上百张的录音光碟 消失12年的录音档为什么在此刻可以曝光 有人说马过去超完美切割 这等同是瓦解了马的超完美切割的防线 真的吗 这会不会是汪海清的保命符 这是过去前中投公司官面当中您所看到 总经理他自曝 的确他曾经有要求相关的人员录下这个录音 私藏这个录音他的角色是什么 那么真的一切是为了他自保 还是中投公司自保所启动的一个偷录录音档呢 消失12年的有多少人要面对司法的问题 我们稍后一一为你还原 为你邀请到这几位重量级的来宾 首先为你介绍国会观察机器文章上杨丽敏老师 大家晚安 继续为你介绍民将基地法院陈其迈 大家好 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委员杨伟中 主持人大家好 好 在我的左手边为你介绍 师大政研所教授范世平老师 小金大家好 追踪这个案件他带来他非常专业的论述 前国民党立法员罗书磊 小金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以及从财经的背景当中要进一步来了解 这个案子发展到现在是个重大突破吗 马恐怕要面对是哪些问题 财经专家徐清皇 大家好 来 观众朋友我们先听听看 因为检方是在10月18号首度搜索的中投公司时 他从一名职员的办公室抽屉 发现了有上百张三中交易过程的会议的录音光碟 对于马英九来讲 这到底可能涉及到什么样的重罪呢 我们首先听听看 因为这是在11月29号 今天首要月13号 观众朋友其实大概是两周之前的今天 前总统马英九 他是在被控告贱卖三中等党产的资料当中 首度以他刺案的被告 前往台北记忆诊署来出庭 画面当中您看到 这正是11月29号他出庭的画面 其实因为包括了专责处理党产的前中投公司的董事长张哲称 总经理汪海清等人 一并遭到了传论出庭 中营公司董事长郭台强 还有中营的买家于建兴等人 通通也来到的北检来作证 晚上七点多钟 郭台强包括于建兴 作证之后已经请回并没有受访 但是马英九有长达征讯时间 有14到15个小时 到底为什么 听听看 在结束传讯之后 当时前总统马英九是怎么说的 基于侦查不公开的原则 我不方便呢 就今天在侦查当中的状况呢 向各位报告 但是呢 我要强调 我从政三十多年来 一项清廉自持 奉公守法 我觉得今天去公开检验 大家辛苦了 晚安 医生自持清廉 是当时在传讯长达 15个钟头之后 前总统马英九 布出台北地检署 做出这样的一个论述 现在北检查这个案子当中 有人说强暴出击 这个台北地检署所领袭的 邢泰招底下的检察官 包括了主任检察官陈嘉秀 他曾经办过林锡山的收贿案 和智贿案 还有法官的贪赌案件 配合包括像是有王兴建 这位主任检察官 曾经扮演过101董事长林宏敏的掏控案 跟台北市医员赖宿主的摄天案 现在三重案当中强暴出奇 这几位检察官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是呢 这是在我们刚刚看到 列为被告的马英九总统 讯后请回 那被告的张哲成 到现在是被限制出境 出海跟住居 前总统总经理汪海清 是列为被告 同样限制住居 那讯后请回有郭台强 跟余建新的部分 还有呢 负责合约的律师 以证人身份传唤了 包括了李永然 那我请教的是杨老师 这一个这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怎么会有被搜出 上百张的录音光碟当中 录音者现在确定 就是汪海清 怎么看这个情节的发展 而且为什么 现在说马英九级有可能 涉嫌违反的是叫做 七年以上特别背信重罪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来 叶老师 我们要把这个案子 从头如果再看到 为什么过去 三中案被讲了那么久 可是一直没有办法 突破案情 最起码从 大概三五年前开始 大家都在谈 三中案显不合理 可是特征组也查过 也结了案 可是都没有突破 这次突破的原因 就是因为特征组废掉 特征组废掉之后 这个案子移转到地检署 早期地检署 就曾经有一个检察官 办过三中案 他曾经找到一个关键的证据 根据原来地检署的一个基础 调查的基础 这一次地检署特别去搜索 做了一些强制处分 因此收到了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就成为 案情突破的关键 他收到的东西里面 包含了所谓的录音光碟 这个录音光碟里面 证明的两件事情 是最重要的 第一件事情是 马英九知情 而且有下指示 也就是他是决策者之一 他有命令 或者要求中投公司 做一定的这一个贱卖的行为 第二个部分 就是马英九不但知情 而且他对于要贱卖的事实 他有指示 让利多少 因为譬如说 在卖给荣利 就是当时的三中 就是原来 于建新 就是原来中时的 负责人的 这个体系的荣利公司 卖给荣利公司的时候 你究竟这一个 三中有关中市的 这一个中投的价格 应该怎么算法 应该怎么算法 究竟是按照股票上市的价格来算 股票市值算起来 12到15块钱 可是如果用资产负代表 还是用资产负代表来算 8.92亿 落差4.8亿 没错 所以马英九立刻就指示了 按照低价来算 这就使得党产损失了4.8亿 录音说录到这句话 那就回馈给他 听到那录音证实 就是当时的国民党党主席 马英九 没错 那就回馈给他 当大家讨论不下的时候 马英九直接拍板 认为就回馈让荣立集团获利的方式去卖 那这是很明显的背信罪 各位都知道背信罪 原来是刑法342条的罪 刑法342条背信罪 也就是为他人处理 为什么要讲上市公司的理由很简单 因为你处理一个公司 它有股东的 你如果自己把公司的钱搬走 把公司的钱乱用 就是违背了股东的利益 这就叫背信罪 很简单的概念 上市公司违背的是谁 是所有投资者的 如果你把上市公司 你不管是董事 你不管监察人 你不管是经理人 你任意的把公司的钱 这个损害公司的钱 这就是背信 中投公司如果有10亿 你用5亿卖出去 就损失了中投公司5亿 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背信了5亿 他原来值10亿的钱 他卖了5亿 他就背信5亿 这个概念 偏偏我们的证交法 有一个特别的规定 也就对于上市公司 如果你损害这个上市公司 金额达到1亿以上 他处的是7年以上有机度益 如果是500万到1亿 是大概3年到10年 所以这个刑度差别很大 原来刑法的背信罪 只有5年以下 所以5年以下 到3年到10年到7年以上 是1亿的金额 那这个满酒现在图利的罪 是图利了4.8亿 他当然他犯了一个非常重的 最低刑7年 最高刑可以到30年这么高 那要看他当时的这个犯罪的行为 犯罪的动机等等等等 来做综合的量刑 检察官这次最重要的 不但拿到了关键的录音弹 我相信关键的证人 应该也是配合的 因为对于录这个鹰的汪海青 汪海青来讲 他本来录这个鹰的目的 我想不需要大家多讨论 就可以知道他是为了自保 他是受命 上面有两个人 他上面有个张哲生 张哲生上面有个马英九 今天马英九做什么事情 张哲生交代他办 他非要办不可 因为他是总经理 可是他办的时候 如果他知道这件事情 可能是违法的 他必须要让大家都知道 留下公文也好 留下签诚 留下录音带也好 让大家知道这是马英九指示的 这个是张哲生要求的 这样子他将来 就法律上就没有责任 所以在所有的会议中间 他很可能就会录音 录音之后 他就拿来自保 可是当检察官没有 突破任何的犯罪 他不必要自保 因为谁都没有事 所以他不会无缘无故地出来 他不会无缘无故地出来说 我知道有一些内幕 我来指责马英九 我来控告或者作证张哲生 为什么法 不会的 因为当没有任何的案情突破 张哲生马英九都没有罪责的时候 他不必把主动把录音带拿出来 因为他那个没有自保的必要 因为还没有火还没有烧到他 可是当这些录音带 或者有些东西已经被找出来以后 他其实就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隐瞒的 因为对他来讲 他趁这个机会正好就讲出来 他把背景录音的故事 录音的时间 录音的地点 录音的原因 以及前面的前因后果 全部讲出来 换句话说 除了录音的客观 证据证明马英九有参与 而且有指示 图利荣利公司 然后再加上如果江海王海青 他也是一个证人 证人在把周边的证据补足 我想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这个张哲生跟马英九 涉及到图利 也就是中投公司 建卖 而涉及到图利 恐怕很难善良 是 汪海青为什么要自保 他的录音的过程当中 马英九扮演什么角色 那这是我们特别把它整理出来 那其实检方是在10月18号 他们第一次在搜索中投公司时 从一名的直远的办公室的抽屉 那搜出了有上百张三中交易的过程当中的录音光碟 那这个光碟里头的录音者 那确定就是汪海青 我们发现他是从2005年 一直保存到将近12年的时间 其中有一个录音光碟 录到的是中式的交易案 马英九涉嫌 在跟这个买家于建兴的关键谈话当中 当时参与开会的有国民党党主席 马英九 中投公司的董事长张哲生 还有总经理汪海青 包括了党营事业的主管跟承办人员 当时录到了 就是因为时空背景 也许党政军在2005年 那时候是扁政府执政时代 希望可以赶快处理 他们也许要给予去出托 于是呢 于建兴旗下的融立公司 跟中投签订的购买 就是三中 中市 中影 跟中广的华夏投资公司的股权 总价金是40亿元 必须要承受华夏53亿元的负债 那因为于建兴后来他只想买中市 于是呢 就开始计价方式出现了这两个不同 一个是资产负债 只有8.9亿 那如果依照股价上市公司 因为中市是一个上市公司嘛 你如果以当时的股价去算 哎 十几亿跟十五亿呢 你如果只算的12亿的一个中间数字里头 我们看到有4.8亿 就录到了这样的一个内容 那因为我们看到录下这些开会 而且是保留到现在的一个 那个汪海清的角色 当然自保的用意 我们大家都知道 检方现在知道说 私场的这一批光碟将近12年的时间 汪海清现在承认的确是 只是说上百张的光碟里头呢 这一张恰巧很清楚录到 马英九在中市股权的交易案当中呢 那的关键性的谈话 等于是说让余建新 可能因此可以让他扫损多了 多占便宜4.8亿 相对是中投哦 中投会因此损失4.8亿哦 现在也证实里面的声音 那就回馈给他 就是当时的国民党党主席马英九 这样的案子来发展到现在 其迈怎么看 三中案其实是在 因为广电三法 大概2005年通过之后 那国民党为了快速处理 这三中包括中广 中市中影三家公司 那本来是包裹93亿要出售 那后来余建新反悔 他只愿意购买中市 那其他的包括说中影跟中广 就用其他的方式 寻找其他的一个买家 那整个交易案呢 包括中市 刚刚这个小军有特别提到 他大概国民党就损失了 大概4.8亿 那中影的部分更可怕 中影假如你这个不动产的回算机制 把它算回去的话 至少在中影案 国民党至少账面上看起来 似乎恐怕会高达20亿的损失 那你假如把现在的中影 这些土地的限制 再重新做估算 现在保守的一个估算 大概有300亿左右 所以国民党用31亿左右的一个价格 当时就直接出售给 这个所谓的这个 郭台墙 那这个涉及到了这个庞大的土地开发利益 那中广的部分 频道当然已经收回来 这个行政院 但是当时57亿的价格 是把他的频道10亿的这个部分 那光频道10亿的部分 我当时就开过至少两次的记者会 其实频道的价值至少高达24亿左右 所以中广的部分 恐怕马英九的决策的角色 假如厘清的话 中广 中影跟中视 它涉及背信的部分 大概都跑不掉 那问题的关键 为什么当时一直在侦查的过程里头 都找不到马英九的角色 是在于说 当时张哲生都说 这个是党主席充分授权 是由他来全权处理 所以录音带的曝光 就揭露了说 当时在不管是中博公司 跟当时的国民党党主席 马英九之间的一个 沟基的一个关系 那既然他特别 录音带又提到说 那我们要回馈给他 那很显然这个价格 当时就是马英九下达的指示 所以假如董事长 总经理跟经理人 这个在整个包括出售的过程里头 涉及到我们在讲的 刚刚杨老师所提的证交法 171条的特别背信罪 这个是本刑7年以上的有期图形 那假如董事长 总经理跟经理人 在整个侦查的过程 足够的证据显示说 他用比较低的价格 卖给这个余见心的话 那这个特别背信会成立 那马英九 因为是下达指示的人 所以在整个犯罪的过程 要件里头 他是所谓的共同证犯 所以录音带的曝光 第一个就勾集了马英九 跟整个中投公司的一个角色 是马英九显然是作为一个决策者 下达指示命令的最后一个人 所以这个案看起来 我想假如说 随着更多的录音带的曝光 恐怕会帮我们厘清的 大概不是只有中市这个案子 其他相关的案件 恐怕包括国法院 包括互邦于智案等等 这些案件会一个一个 让我们更了解事情的一个真相 那在这个交易的过程里头 我要特别提出来 在103年 当时的特征组 就已经把这个案迁解 当时的特征组 2004年就已经迁解了 那姑且不论当时马英九的角色 他在迁解的理由呢 他特别提到 刚刚姚老师在提到的 股票到底 我们这个到底要卖多少钱 的见价的方式 特征组是采信了 这个所谓的财报的价值 8点多亿 它是采信了财报的价值 财报的价值 那这个我想 亲王在这里都非常清楚 这种公开上市的公司 在这种做这种 大规模的股权买卖 它会根据什么 那当然是市值 只有在做财报的时候 会计人员才会用取得的价格 去做财报 那你怎么会去用取得的价格 更何况防护还有折旧 所以8点4亿 显然是在交易的过程里头 是被严重的低估 是应该要采用市值 这个你随便 不要说去问会计师 你问相关的法制人员 或者是这个过去在整个 这个随便在进行买卖交易的 这些相关人 大家都知道这个一定要 用市值来做估算 那我们的特征组当时就是采用 这个财报的一个计算方式 所以简单讲 特征组当时是吃案 我再讲一次 特征组当时是硬生生的 把这个案就把它吃下来 所以随着录音带的一个揭露 那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一个证据浮现出来 那我也希望说北柬就应该要放手去查 把所有的过去这些 包括在整个党产交易 这个因为中投它不是只有国民党的公司 它是公开发行公司 还有其他的鼓动的权益 所以这个部分要好好的查 尤其顺藤摸瓜 从整个录音带的这个发现 把所有的这些党产的交易 一次把它查清楚 我们中央的时候有个浮标 我不知道北柬重启调查 是代表这个浮标 现在已经掉到底下的一条大鱼了吗 那我们现场有一位 有会计区身份 就是罗书类委员 其实为什么特别请他来到现场 特征组呢 现在被废了 那我也记得在11月29号 当传唤这些主要的人物 包括了马英九 包括郭台强跟余健新等人 这个有律师身份的 陈长文曾经投书认为说 应该要让特征组重启 去运作 来好好的办许多的案子 那有人认为 这个时间点非常的诡异 罗友我想请教的是 依照这种建价制度 特征组是采用他的财报 那为什么不用股价的市值 你如果因此危害到股东利益里头 这是为什么会有 七年以上的重罪 特别背信的重罪 如果是特别背信重罪 那就奇怪了 现在传了很多次 传到现在呢 有压任何人吗 如果是重罪的话 有压任何人 有收压吗 没有呢 限制住居 连马英九前总统 都没有被限制住居哦 更不用说有收压 或者是重金交保 都没 现在只有限制住居 只有谁呢 前总统的董事长张哲称 被告 前总统的总经理汪海清 为了自保 现在这个录音光碟 确实是由他所录的 好 我们看到 这两个限制住居 那其他的人 通通训问都赤回 虽然长达15个小时 所以这个案子 我们觉得好奇怪 那到底在查什么呢 如果是重罪的话 又有掌握录音 那不是 应该要启动 防止 比如说串证等等啦 收压啦 防串逃 应该有一些司法动作 可看的都没有 来 维人你看到什么 其实刚刚小军提到 为什么到现在这个案子 马英九 跟那个 最重要的张哲生 还有汪海清 这三个人 都没有收压禁件 因为你想想看 他假如是换 七年以上的重罪的话 那本来就应该收压禁件 避免窜共 因为你看蔡震言 蔡震言 他是换一般 普通的侵占 背信 他是五年以下的 都收压禁件 四个月了 那还后来又一千万交保 那为什么他们三个都没有 也就现在显示的证据 不足以构成他们犯罪 因为我们都很清楚 这个案子是在 103年7月31号的时候 特征组就侦查终结 其实他们在 查的过程当中 历经了三位检查总长 还有当时的特征组的 有五任的检察官 他们掉页了所有的 股权交易的文件 还有财报的资料 还有会计师的查核报告书 资产的建价报告 还有相关金融机构的一些账户 跟他们的交易过程 包括股东会 董事会的会议记录 工程企业书 户管证明 不动总拍卖记录 几乎该查的 知道全部都掉去查了 那为什么会没有事情呢 我们都很清楚 那个假如一个 那个不动产的交易市场里面 假如是卖方急着要卖的时候 绝对卖不到好价格 因为我们都知道当时 山中岸对国民党来讲 大家都知道它是个烫手山鱼嘛 因为那个时候 那个党政军要退出媒体嘛 你那个广电三法通过以后 那又是民进党执政 当时国民党害怕啊 假如我不赶快把它出头卖掉的话 那将来整个被充公不是就没有了吗 所以能卖多少就算多少嘛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尤其是怎样 尤其是当时的买家 那个一剑薪 他说我只要出8.9亿啊 那你说市价好吗 你不要说市价10亿 市价20亿啦 我就是要买8亿嘛 我们知道比如说有些凶宅 他也许假如没有凶宅之前 他是2000万 后来变成凶宅 只有变成1000万 那我中介卖了很久啊 后来就只有一个买家出现 我只要500万 我要买 那你要不要卖 所以一剑薪说 我只要出8.9亿要买 那你要不要卖 那当然决策 我就卖了嘛 那其实当时 你说今天马英九 说他三中万他没有参与 绝对不会有人相信 那就回馈给他这句话 我像是会说这句话的人吗 历经月初 马拉松市侦讯将近15小时 前总统马英九再度现身北检 不过这回是他要告人 上百片的光碟 张泽琛的公词等等 除了检察官以外 谁会知道这些内容呢 这指北检已经涉嫌违反 刑事诉讼法公平办案原则 要求申请遗传管辖 会这么激动 因为检方正办三中案 在一名中头职员的办公室抽屉 查扣上百张录音光碟 现在北检察这个案子当中 有人说强暴出击 这个台北地检署所领袭的 邢泰招底下的检察官 包括了主任检察官陈嘉秀 他曾经办过林锡山的收贿案 和智慧案 还有法官的贪图案件 配合包括像是有王兴建 这位主任检察官 曾经扮任过101 董事长林宏敏的掏控案 跟台北市议员赖宿主的摄天案 现在三中案当中强暴出击 这几位检察官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是呢 这是在我们刚刚看到 列为被告的马英九总统 讯后请回 那被告的张哲称 到现在是被限制出境 出海跟住居 前中头总经理汪海清 是列为被告 同样限制住居 现在说马英九 极有可能涉嫌违反的是叫做 七年以上特别背信重罪 说今天马英九 说他三中案他没有参与 绝对不会有人相信 因为他是党主席嘛 你不管张哲生 不管不管是汪海清 一定要跟他报告嘛 报告说 哎呀我现在找到这个买家 那我们价值是12万 那人家要出价 只有出8.9亿 那要不要买 那你身为马英九 你说好 马英九说好 我是接受者 我卖了 那卖了 我们现在来检查说他贱卖 确实是三中案的买卖过程当中 有些以现在的一般的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确实是有一些非常规的交易 实际上是有一些很离谱的地方 什么卖给人家中广 卖给人家本来要 要那个57亿 后来说只卖频道 没有卖资产 那那个资产 后来又没会给人家使用 又没收出金 确实他有很多他不合理的地方 可是这个不合理 是代表说整个的那个马英九 张哲生 还有汪海清 这三个人 他们到底是勾结了什么 他们到底有没有拿到什么好处 我就觉得说 现在民党执政了 那其实国民党有很多人 也希望把三中案查清楚 你今天假如说是 他们有勾结 他们有拿人家的回扣 有拿人家的钱 把国民党资产贱卖掉 那真的 你该怎么判 你把关到死 都没有人有意见 那你现在 那为什么马英九 从头到尾都讲他不知情 这个录音带最大的关键就是 他原来讲不知情 他都没有参与 张哲生自己在决定 现在证明他不但有参与 他做决策 那就表示他故意说谎 说谎有目的 就表示那个事情是 马英九不知情 是没有人会相信的 那就是 那可是我现在 总算证明了他知情了 以前没有证明 所以拿了没办法 所以你说 以前有可能张哲生 也是 一人扛起所有责任 立位的余吻 现在被反正 你今天你一个当主席 你要出售这么大的资产 他不知情 说不过去 只是说你知情 你是怎么知情的 你是不是说你的下内 没有蒙蔽你 他跟你报告 他说他拿一份建架报告出来说 这个中营的土地 其实当时的建架报告很奇怪 中营他当成建架之后 建架了三个部分 就是那个中营那块土地 还有那个新世界大楼 还有巴德大楼 建架三栋大楼 就三栋 那其他的 其他的属于中营的 他有七家的那个电影宴 比如我们都知道 敦化北路 那个梅花戏宴 还有台中的台中戏宴 还有台南台南的那个 延平戏宴 他有七八家戏宴 甚至于他也有什么 也有影城 在南部彰化里面 他有影城 他有那个印刷的充片厂 这些都没有估价到 那所以当时 为什么会这样的建架 因为建架的公司 他的背后就是卖 买方的 他有连结的一家公司 他的股东两个人 是有相同的重结的 所以 你跟你想想想看 你作为会计生 买卖双方 居然让卖方 有参与的人去建架 这个怎么可能 是合理的买卖呢 我们经常怪嘛 那整个灵魂能物是谁 就张哲生嘛 所以为什么张哲生 跟汪海青 他们两个人会被 限制居住 所以他们 你看他马英九 就是吃回而已嘛 也代表说 在整个过程当中 你是说马英九被谋骗 有没有说那种 等于是七下 蒙上的 会不会是说 占那个朋友 路营赖营显示 是马英九只是说 那就回馈给他 对 那就用低价来卖 回馈给荣丽 这是很明显的 马英九 不是张哲生蒙骗嘛 所以如果也先有路到说 那就回馈给他 不是 现在已经有证据显示 他的问题 比如张哲生来到处 他说 就我刚提到 仲介来告诉你说 我皇子 我要卖一千万 我就卖不掉嘛 但是我卖不掉啊 只有余建新要买 只有他要八零九一 而且只要中市而已 我只要中市而已 那请问你 你说马英九说 怎么办 我就买了 我要急于脱手 对 那这样的话就代表说 马英九有勾结吗 我是觉得 你参加主要去查 而且最重要的 光平这一点 你都不觉得很悬疑吗 我买了三中 然后才几个月 然后他说 我现在不要三个 我要卖掉两个 卖掉两个的话 你应该自己卖 马英九居然承诺他 在录音带里面显示说 你协助荣利 卖掉两个 其他中饮跟中饭 这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这个东西 你根本你可以不卖给荣利 有时候市场 荣利吃不下来的话 假设是荣利吃不下来 市场交易 有时候不是 我们说 所有的都是不合常理的 应该这样 可是在某一种特殊情况 我刚才提到 这个产品 这个不是一个 很正常的产品 今天 我今天不是一个 很干净 很正常 这怎么不正常 不是 因为他急着要卖 我刚才提到 所以你认为 马英九到目前为止 没有限制住居 现在被送药 是因为 再来还有 他的犯案 他的证据还不够 还有 还有 我今天是这样 我是希望 我是希望检查 我是希望 我们现在的检察官 既然都是一流的 而且都很会查 资金的流下 你就去查 这么大的交易案 假如说马英九 或者是 或者是说 张哲生 或者翁海青 他们 假如说他们说 我知道 明明是 明明是 有很高的价值 我建价去卖 那他一定会得到 某些好处 你说今天 你说有个500万的礼盒 那绝对不可能说 只有500万 你送个500万 他就要吗 后来就退回 那你假如说 有庞大的 庞大的资金的流向的话 那你去查 那不可能报信机 所以你认为关键的部分 重罪要成立 甚至直指马英九 脱不了关系的话 金流的部分是关键 来 这边两位要发言 来 我想这样 就是说今天这个讯息 因为刚才提迈 四一下也讲 后来我看到新闻也有 就马英九一定去北检告 北检泄密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媒体报道不实 今天他去控告北检 因为要侦查不控告 是北检泄密 就是说 如果是媒体报道不实 马英九多半就去告媒体 但他现在是去告北检 所以就是 他没有告今天的新周刊 意思是说内容属实 但你为什么泄密 这个尊重 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就对马英九来讲 这个东西 今天这个新闻出来 马的防线已经大幅后撤 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现在主动出击 这是他今天这一招的解读 那为什么我说 这个大幅后撤 我想讲第一件事情 第一 荣立买中市这个案子 就是三中市 中市 中影 中广 过去我们炒最多 就是中影跟中广 那中市才很少 阿扁第一次执政的时候 那时候谢志伟当发言人 新闻局长 他那个时候就有开记者会 质疑过于建新 当时买卖的不合理 可是当时就不了了之 那这个案子 因为没有证据 没有太多证据 所以中市是三中案里 最干的一个 就是说证证 可是今天这个东西 被关注的报道的篇幅 最少的 对 恰恰好就是从 荣立中市案出发 那所以后面一定还会有 我认为说 中影已经复杂到这种地步 中广也复杂 那本来认为最单纯就是中市 但是现在中市爆出这个事情 录音档 这是第一个 所以我觉得后续一定有了 第二件事情是这样 就是说 马一定得改变他策略 这不用多说 就本来是 他说不知情 那现在 没办法说不知情 那他现在一个 接下来辩护策略一定会是说 包括国民党之前都这样辩护 就是说当时买卖不得已 可是我只问一个问题 如果是卖方急得卖 买方未必要买 那为什么是余建新送钱给张哲成 这个完全 今天这个新闻重点在这里 连这种说法 不得已卖出这个说法都不成立了 否则你怎么想象 我不想买的我还送钱给你 这个极其之不通 这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是说 你只要看后面 就是说 第一就是说 马在这里面有书 就是说当时想买中石 还有中资 还有其他公司 只是他的理由是说 因为他有中资跟外资 所以现在就是要回到 当时的交易环境里面去 当时还有其他哪些买家 他为什么没有卖给他 那有没有合理的理由 那我举个例子 中影卖给了郭台强 最后国民党拿12亿 长荣要买 拿20亿买什么 只买华夏大楼 就是国民党中央党部 也就是说 中影这么多资产 你我花20亿 要买你华夏大楼 我不要卖给你 这个还导致 长荣手上还抓了一亿 在他手上 国民党的钱没有给 那为什么 那为什么花了 到最后花了12亿 更便宜的钱 把整个中影给了郭台强 这个不合理 同样的 广电三法说 广电法制说不合理 另外一个理由 也讲过很多次 就是中影从来不在 广电法的规范范围 那为什么要卖 这个也没有道理 所以我觉得整个 我觉得现在 马就得去想 整个他的辩护策略了 那我再讲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为什么重要 就是说今年9月 党产会 这个 这边就查到一个事情 就是说 其实也不是查到 就是你要来申报 为什么 按照党产条例 一年所有有信托 国民党长产 我想起来非常清楚 就是说他得来申报 那就有一个律师来申报 中投的律师 曾经的律师 申报了6000万 这6000万干嘛 诉讼基金 什么意思啊 中投拿了6000万出来 成立一个基金 委托到个人名下 冒着这6000万 被个人吞掉的危险 弄了一个诉讼基金 什么样的案子 需要6000万来打 你知道这 这中心成立之后 没有什么申请 就后来林德瑞 为了说要告 胡中信毁谤来申请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只是处理毁谤 你不需要6000万 是 毁谤一个案子 我刚告邱宜 一庭 一两庭 你说10万吧 你怎么要6000万的基金 这6000万是要处理 什么庞大的问题 那这个再去扣连到说 为什么汪海清要自保 这个 我想大家也都 我想党内都很清楚 汪海清后来是跟 马英九处不好 所以这个种种 我现在没有要攀骛任何人 他的录音 当时的马主席会知情吗 我不可能知道 如果知道 不可能来抽屉你 这很清楚 就说这个其实 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整个国民党得 我不知道国民党 怎么思考这个事情 或马 他接下来就是 你所有的辩护都得改变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讯息 如果属实是非常重要 就整个改变了这个案情的发展 你认为是揭开 马总统在主导三中案当中 第一张的骨牌 第一张骨牌可能会倒下 来 齐曼 马总统去告北检 泄密大概是担心说 有陆续的这个资料 在继续呈现出来 所以采取他的一个 司法诉讼的一个手段 不过刚才伟中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说 那其他买家当时假如 中市要买的时候 那其他买家是 为什么后来 其他买家后来就不见了 从录音带看起来 至少从周刊的报导看起来 是马总统 指示说这家有问题 那这家就不要 排除以后就交给中市 所以马总统的角色 是一个主导性的角色 有其他买家 到底有哪几家 那当时这个价格 因为这个 这个会计师罗伟员 非常清楚 哪有用这个所谓的 这个财报的这个价格 当时取得价格去 去处理这个买卖呢 那一定是以 那你至少也比这个价格高 怎么会拿了一个财报价格 八点多亿 然后这个价格就直接成交 一家电视台 假如以现有的一个规模 来做估算 你不要说中市 你说台市 华市 这些一家至少 以目前的价值来算 这至少五十亿 一百亿以上的一个价值 卖了这个 八点多亿 就贱卖出去 这个当然会有问题 那第二个 当然大家在讲 五百万的事情 五百万 张哲生 我认识张哲生 这个人其实算 看起来算是 很平和很温和 这是在 一个过去 北检重启调查当中 他们所看到 是汪海清的住家 查扣了一张光碟 里面储存的 有现金礼物的画面 那现在周刊说 那原来这是中市交易之前 余建新宴请张哲生 张哲生就是中投公司的董事长 在这个餐序结束的时候 这个余建新的司机 拿着礼盒给张哲生的司机 司机对司机 余建新拿着礼盒给张哲生的司机 那张哲生的司机 把这个礼盒 习惯就把它放在后车厢里面 汪海清怎么说 他说张哲生在餐会隔一天 张哲生是餐会隔一天 才发现礼盒装的是现金 而且是五百万元的现金 他说 就只是那个中投的职员 把它退还 因为是现金 当时身为中投总经理的汪海清 知道这个事情之后 立刻要求拍照来存证 虽然张哲生到暗时说 已经退回了礼金 余建新也说 当时是因应党政军退出媒体立法 所以才拜托余建新来帮忙 说的就是说是情义相挺 所以这五百万的礼金 所以张哲生 因为我们过去在委员会 年金改革的时候 常常有交手 这个人是过去公务体系出来 他其实做事情一板一眼 我的了解汪海清也是 所以这个理由要退回去 就是他还拍照 他怕说以后死无对证 这个钱被吞了 所以万一改天余建新说 他有送啊 一个人说没送啊 所以就拍照送回去 所以做事情非常谨慎小心 那我的问题其实很简单 只送余建新吗 有没有送给其他人 指示的人是谁 从整个录音带揭露 是马英九下指示的 其他买家都不行 就给余建新 这个价格多少 也是马英九下令说要让利 这个办事的人 听话办事的人都拿到五百万 那上面下指示的拿多少钱 这个不用查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 真的是要好好的强力去查 马总统去告最好 但是我也要求说 那北简你就是好好的把它查清楚 不要像以前过去特征组在办 随便给个说法 就把他这个案子签解 我想这个国人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北简应该要强力去查 所以我刚才提到嘛 五百万现金 你应该要去查 查说到底有没有送钱给马英九嘛 那个资金很清楚嘛 他那段时间有没有从银行领钱 或还是说是余建新 他家里就经常都存在现金嘛 全部用现金交易就难查了 其实大家要看清楚 这个整个周康是写说 余建新他只愿意 所以他不是不买啊 他是要买 可是我只愿意用八点九二 就是等于是八点九二亿的钱来买 录音代没有这样说 对录音代是这样说 没有这样说 录音代没有这样说 周康是这样写的 周康是这样写的 他说是他愿意 他只愿意出八点九二亿 录音录音到中投公司 或者是市政府市长的办公室 他们在讨论 究竟是用十三亿卖 用股价卖 还是用七点多 不到八点九亿卖 用八亿卖 然后最后满酒自己才是 那就回馈给他 那就回馈给他 这样子出来的 不是 不是说 他是讲 两个建价的不同的标准 如果大家讨论 他是这样 这个不晓得他回馈给他四亿 这个人另外要回馈给他多少 他说他原来是要用四十亿 去取的三中 三中 他就承接他五十三亿的负债 可是后来他还回了 只愿意用八点九二亿买 中市而已 所以后来他只愿意用八点九二亿来买中市 那你今天要看 那是不是说他送你的钱是说 那你要帮助我 你仓成三中市要帮我来促成这个 我买这个中市 用八点九二亿来买嘛 因为大家都很清楚 那为什么不用正常交易的股价交易的 排版回馈的是买一九 所以我现在讲 所以我现在讲说 应该查出说假如当时 就刚刚大家讨论到了 就是说当时假如有人出比一见心 还要高的价钱 比如说他出的价钱比较高啊 而且交易也很完整啊 不像后来郭台铭啊 还是他们那些人 郭台强对 他们那些人还要用 那个什么用他 回算机制 对回算机制 又要把资产拿去借钱 来付给那个中投呢 假如说是一个很正常 而且又可以交易很 很安全的去把它完成的人 那有这样的人 同时建在话 那就是有问题 没错就是很关键啦 当时有没有第二个买家 那是说你会买 他的卖相很好 这么便宜 会只有一个 这只有一个 云建新有兴趣吗 这个急收不能改变 他被人家占便宜的事实啦 这样说他的交易方式已经变更了 本来荣利要买是要用四十亿 三中他都要 中市中营 然后中广他都要 可是问题在于说 他去做的实地查核 其实他实地查核没有 之前没做也是很奇怪啦 但只是他做完实地查核之后 他说那我不要 我只要中市 那这个其实就已经是一次 所谓的交易方式的变更了 对不对 那变成说他要中市了之后呢 再来就要讨论到中市的价值嘛 也就是说讨论中市价值的时候 他市值竟然有12到15亿 那我刚刚看应该是13亿多 假设是这样子的话 就讨论到就说 是不是只有余建新的 荣利要买而已嘛 对不对 你如果市场上还有其他家 一个范围之内嘛 那结果呢 没有假设当初 没有做这样的评估 然后只是把他就说 那差4亿8千万 那我就回馈让利给他 就直接算他买便宜 这样的前后 其实已经两次的交易方式 看起来好像是替 这个荣利量身打造 那这个方式你很 自然会去联想到 像不像当初我们讲的大巨蛋案 大巨蛋案的内容也是怎样 内容一再的变更条件 楼地把面积放宽 那时候所以那时候 我们在植疫大巨蛋案的时候 就说你如果条件放宽 到这么肥的话 就不会只有远雄一家要做啊 很多家都要做啊 那你其实应该重新 再把你放宽 或者条件拿出来 对市场上再来 公开招标一次嘛 那可是这个案子也是一样 如果是中市这么便宜 8.9亿 会出9亿 10亿 10亿 12亿的人 应该大有 还有人在才对啊 因为这么便宜 在十几年前 怎么可能据一个买家 十几年前那个时候 8.9亿就可以取得 一家电视台的经营权 你觉得市场上 除了荣利之外 难道没有其他公司会考虑吗 我相信那时候 一定很多资金想要考虑啊 所以就变成说 那为什么你不去考虑 有其他的可能性 你只是看着这个 看着余见习的荣利而已 那所以在这个部分 你当然很显然 就是有被人家占便宜的事实嘛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才说 这个太阳呢 跟大巨蛋那个太阳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你既然交易方式变更 变更的这么划算 那你就要考虑到说 假设你就像公司一样 你考虑到股东的权益 那你是不是应该寻觅一下 是不是有人能够出 高于8.9亿这个价格 你怎么可以一口气 就下决定说 我就让利4亿8千万出去 一口气让利4亿8千万 而且这个现在录道的确定 是当时的党主席马英九 当财报资料出来说 财报资料是 它的价值8.9亿 可是股价的市值 是大约有13亿 对 这中间的价差 差4.8亿 录音光点当中 就录道当时确定 是马英九的声音 那就回馈给他 没有错 而且你看 这就是因为这样的方式 其实很奇特 你用正常上市公司 股东的权益去讲 如果有一家公司 他说我要把土地卖掉 可是我没有公开标说 我就比如说 我就只卖给罗伟元 然后就多少 我就直接谈好 这其实对他的股东权益 其实是有伤害的 那同样的太阳 你回来再看这个案子 那难道对他的股东 不是也一样吗 所以我们才会说 你这样子的交易方式 变更到 已经对当事人非常有利了 但是对你公司自己不利 所以他才会有背信的问题 所以才说 这个你就算当时时空环境 你急受 也不能改变 你就是被他占便宜的 那个事实 所以才说 他在这个案子里面的角色 其实已经很清楚 这也是为什么 你看到汪海清要自保 因为他知道这个动作 其实就正常的 公司自己的角度来说 他就是不正常了 这是为什么要自保 可是我们看到 过去的余文 李树德 就是说一个党主席 在这样一个时代 党主席的身边 应该围绕着 类似那种 赴汤到火 在所不惜要牺牲自己的死 是不是 怎么会出现一个汪海清 这样一个角色 对不对 来 这个方老师怎么看 我想汪海清 他不想成为第二个余文 也不想成为第二个李树德 也不想成为第二个黄世民 马英九当然他很厉害 他证法律的 所以他很多事情 他会尽量把它切得很干净 有所谓的一个马其诺防线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 会不会这个防线出了问题 刚才罗委员讲是说 把这个宗室当成是这个 这个好像是这个 房子里面有人死掉了 那种 就是卖相不好的 有人买买 就赶快出脱 对 就好像凶宅 是不是宗室是凶宅吗 其实从我们大家来讲 宗室不是凶宅 因为我们看到 你那个时候是因为他急着 就是大家都不愿意麻烦 也没有急 有没有嘛 大家都怕了麻烦 所以我就说 有没有第二买家吗 对对对很关键 如果有急于出脱 可以想见急于出脱 但是急于出脱状况底下 难道迈向这么不好吗 都没有人要吗 都没有人出下吗 那今天好像把 一直把余建兴塑造成 他当时是赴汤到火 这个帮国民党解决问题 还要感谢他 如果是这样 他干嘛还要送钱给张哲生 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 而且我觉得 余建兴这个送钱的方式 也太传统了 太复古了 礼盒桌五百万的现金 以前我们想像 那个送那个红包里面 是上面还负水果 下面还垫起 还有钱 我不知道这是你们送水果 打个另帮帮的拿钱 这样过去 这也太大啦啦了吧 我真的觉得 这才没有查不到金流 不是吗 或许 但是这个手法 的确是让外界觉得说 好像实在是 但是这个东西 刚刚讲过 是不是只有张哲生 一个人收到 这个真的要去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看到就是说 从这个整个案件来讲 投资户 整个这个 大家的这些投资者 在这件事情当中 完全被牺牲掉了 我觉得这是马英九 他也欠 他作为一个官方党主席 他也欠大家一个道歉 从这个道义上来讲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 从在这个 在台上有趣 陈长文 在这个马英九 这次最后一次 被申讯的时候 他竟然投书媒体说 要恢复特征组 很奇怪 怎么会要恢复特征组呢 后来我们看到 这个法务部还特别 觉得你陈长文 作为这个案件 相关案件的辩护人 你不应该提出来 那为什么 因为当时特征组 在办这个案子的时候 三中案的时候 就没有去搜索三中 所以外界会认为说 你陈长文 是不是因为你觉得 当初特征组 特征组在办这个案子 长达七八年时间 没有搜索 中影 中投 中视 相关的中广单位 都没有去搜索 对 所以 所以外界才会认为说 当时特征组是 重重举起 轻轻放下 也就是后来 为什么大家会对于说 这个案子并没有真正的 侦办的非常的全面 可是也确实 但是陈长文既然说 希望恢复特征组 这个诉求 就会让大家觉得很奇怪 你为什么会 作为这个案子的 相关的律师 而且他跟马英九的关系 这么密切 对 那我们看到 为什么这三中案 都会被外界 带着一个有色的眼镜 第一个 这个余建新 跟国民党的关系 我们知道 他的父亲余继忠 过去也是 国民党的中常委 所以他跟国民党的关系 密不密切 很密切吧 隔两带 再来我们看 中影郭台强 郭台强跟国民党的关系 也非常的密切 再来我们看到 中广的赵少康 赵少康跟国民党的关系 也很密切 也就是真的会让外界 觉得说 你是不是左手换右手 特别刚讲中广的问题 到底赵少康说 我只买了频道 我没有买土地 可是后来为什么 整个大楼是赵少康在使用 这让外界觉得说 到底这三个买的人 都是跟国民党关系很密切 如果今天买的人是一个 大家觉得 跟国民党党政关系 很疏敌的企业家 我想大家不会去质疑 这几个买的人 都是那么密切的 而且跟国民党 有好几代关系 你要说这个东西 中间没有案盘 或者说没有政商的瓜葛 就会让人家起人 大概移动